奔着随顺因缘,度化众生的理念 三重执行道场每周六下午 带领大众送辞地藏经 这位执行是道场 执行能帮助一个人体验般若的心量 我们刚成立这个道场的时候 就取这个名字 那我就为什么叫执行道场呢 因为当年我看这个谭旭大师 尹晨辉录有一句话说 让银眼来找我们 我们不要去找银眼 因为一找银眼就是攀岩 那在执行道场经历以来 我就觉得说 那我们接着这个不找银眼 要银眼来找我们 我们叫随眼 那在这个大台北地区 那么多这个道场林立 山头这都是那么多 那我们在这里 我是觉得说 我们随眼我们好送地藏经 在山上我教大家 打坐拜佛 做简单所谓的修行 这是以前在山上 住山的时候的观念 那你到台北呢 我记得执行道场 这个执行就是清净心 就是平等心 那我们这个是清净心的时候 就你不要在外面有这种外野 所以说执行道场经历以来 可能在外面也看不到什么招牌 我们道场我就跟各位讲 我们不做宣传 也不做广告 也不是说做什么流通 但我们尽心尽力 在法上用功就好 那在执行道场 以前我就跟各位讲说 我们也不做金颤 只是在这边用功而已 希望各位来到执行道场 抱着个清净的心 所以在执行道场 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我规定 来到执行道场 不能做什么交易买卖 就是你今天不能做直销 不能做行销 不能做这个拉保险 这种种租类的这种贸易 交易 我都严禁的这个禁止 不能发言 不能这个募款 在道场都是决定严禁的 因为我们是追求的执行道场 不是各位来到执行道场 叫执行道场 而是希望各位来到执行道场 我供养各位 也是一座执行道场 三重执行道场 常年不间断 每个星期六下午 带领大众礼宋地藏菩萨 本院功德经 时光新闻记者 在优荣台北采访报道